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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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说到我做的事是完全关于食物和食物是无关的 其实我对食物的不是说研究 我会给多些心思去看其实不是很久 差不多都是一年的时间 你也看到这个题目 其实我们在过去的几十年 我们人类的食物是改变了很多的 我们在资讯上学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我们觉得这东西就应该吃 那东西就不应该吃 我们就习惯了用了我们被人教的那一套去吃 但是我们发觉其实我们现代人 其实不是越来越健康的 而是越来越病的 我今天就希望用我最不科学的方法 去讲出最科学的一部分关于食物 我想讲的就是第一个点就是 我们身体的遗传因子和我们吃的食物 都会很大大影响我们的健康 我亦都想讲就是现在我们大家都很常知道的 所谓的食物金字塔 我会展示那个金字塔 我想讲其实是错的 而另外一件事就是 我们很多很多年前开始 我们都已经觉得 不要吃那么肥的东西 一吃那些肥你一定有心脏病的 我又想讲给你听就是 我会将所有的历史或者证据放在那里 希望大家做一个决定 是否吃了那些肥的脂肪 饱和脂肪是会令到我们更加病呢 因为我是一个遗传学家 我是做老鼠的实验 所以我也是要给一些实验的报告 不然好像没有讲到一样的 所以我拿了一些在我实验室的结果 大家看看 我有两种的老鼠 A老鼠和B老鼠 A老鼠和B老鼠 我都为它们正常的食物 就是我们会觉得是比较健康 老鼠适合吃的食物 B老鼠都给它吃一些劣质的食物 例如薯条、薯片、饼干 又油又糖又很多东西 加在一起的那些 你们都很喜欢吃的那些 这些是三个星期至十八个星期 老鼠不像人那样长命 所以这是一个很 由六个星期 就是差不多它们成年 开始吃食物 我们看那个图 你就知道 A老鼠吃正常食物 最后大概是40克左右 如果它吃一些劣质的食物 它就会变成50克 升得很厉害 正常食物它会重了很多很多 而B老鼠是 它是瘦一点的 但是很奇怪 你发觉它吃什么都可以 它吃的好东西 和吃一些劣质 它一样是不会肥的 我只想说就是 有时你看到你的家人 你的同事 朋友 有个人吃的都不肥的 这么有趣 那我为什么吃一点 不吃东西都肥 你会觉得为什么 真的不公平 这个就是 可以这么说 这个就是 因为它们的遗传因子是不同的 那 亦都 再说一件事 我想你们大家 很多人都有经验 就是 有时医生就问你 我想试试你对葡萄糖的反应是怎么样 那你今晚吃完晚饭就不要再吃东西 明早就不要吃早餐 来我那里抽血 抽完血我给你一些葡萄糖 你喝一下 然后再过三十分钟 再两个小时 再拿一个小小的样本 试试你对糖的反应 我想很多人都会做过 这个就是试试有没有所谓的 所谓的病毒 就是有没有糖疗病 这些情况 你看看老鼠是很有趣的 老鼠跟人一样 如果你 他们有个 差不多晚上没有东西给他们吃 如果你早上拿出血的样本 你会看到大概是四的 如果你给一些糖 好像跟人一样 你给一些葡萄糖去 你会发现三十分钟之后 就飙升到12 这就不是很正常 你看到 但过两个小时左右 那个糖的成分 就会回到差不多 之前 我们叫做饭食 就是那个程度 就正常回来 红色和黑色 就是A和B老鼠 这些老鼠是什么 是吃正常的食物 而且是很年轻的 就是说 A老鼠和B老鼠 如果是年轻的时候 吃正常的食物 其实两个都是一样 都很好 就是他们没有糖尿病 但你一见到B在这里 在这里 你就见到就是 如果年纪大一点 就算比正常的食物 你已经见到非常不同 虽然大家都是所谓的 在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 Fasting的糖 即是 你们明白了 就是四 两个都是差不多一样 四 但是你看到 黑色的条线 A老鼠 就真的不太好 因为两个小时之后 它仍有八 九 那么高 其实在医学来说 我们会叫它 是有少少糖尿病的症状 它们根本是没有办法 去处理它多余的葡萄糖 而你如果看清楚 蓝色的条线 其实蓝色的条线 跟另外一边的蓝色的条线 就是差不太远 都是挺好的 就是由四 变到差不多五、六 就是不是好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好 但是非常之好 你会见到 其实我们如果在实用室 或者在医疗所 看到这些情况 就是 小姐太太或者先生 你OK的 没问题的 下次明年再来检查 但是如果你是黑色的条线 你就要小心了 你就要 可能你有糖尿病 或者你要多抽多几个 嘴尊血去验多些东西 那么 再一个另外一个章 就是 现在年纪大了 还要吃些粪食的话 你就会见到 是挺恐怖的 淺蓝色的条线 就是B老鼠 那就 没有事的 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 如果你看回A老鼠 那就很严重了 它刚才吃好的东西 都是八、九 如果吃些粪食的时候 哇 十、十一 差不多接近十二 这是非常严重的 高血糖的情况 我刚才想说 这个我想说 其实每个人都不同 如果你是好彩 好像B老鼠 你就继续吃 如果你是A老鼠的话 你就真的要小心 但很可惜 A是普通的老鼠 B 其实是我们在食物室 发现过 如果我们改变了一个遺传因子 这只老鼠 这只老鼠 幸好 可以在食物中 不怕给年纪 或者是 年纪 或者是食物 影响它的糖 所以这个 我只想说 一件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不同 我现在只用葡萄糖 做一个例子 有时候可能说 我对花生 我对其他的食物 每个人的反应都不同 而这个也是遺传因子去决定的 所以遺传因子当然是很需要去注意 我接着就会说第二件事 就是 其实除了我们的身体的遺传因子之外 我们还有两个很重要的部分 我们是要注意的 第一件事就是 我们的腸道里面的微生物 我这个图其实是 我就是想说 大腸和空腸和回腸 都是很多细菌在这里 而我们的腸道的细菌 我想你们在看电视广告 都会说很多 Pobiotics 那些细菌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很大 我们很多时候 身体是利用我们的腸道的细菌 去消化或者去分解那些食物里面的 食物里面的食物 这样就会影响我们的健康 而你也要记得一件事就是 其实我们有时吃的东西 也影响了我们的肚内 就是肚内的微生物的生长和功能 所以这两个都是互相影响的一部分 我们就想给一个图 给一个报告给你们看 就是最近在一个很权威的杂志 我们在《Science》的一个杂志 有一份很有意思的文章 就是他选了几对孙生 孙生通常你会觉得 两个都是一样的 他选了一些特别的孙生 就是一个肥一个瘦 一个痴肥一个瘦 就是说这两个孙生 其实他遗传因子 是完全应该是一样的 理论上 但是 其实 为什么他们一个肥一个瘦 他们做了一个实验 就是发觉 是说他肚内的肠肚子的细菌 是不同的 为什么说是不同的 为什么他 的肥秀的胃口 比其他肚的老鼠的肚为肚为肠子 迎接放映助肚子的肚子 然后往后 ether 插 based 吸引 gegeben 这个肥的孙生育 进食� gedacht ل过後 他应用肥阻属 进食肚子里 但是 ata 瘦的孖生的細菌 如果換到老鼠那裏 它會令它瘦 意思是甚麼呢 其實人類的遺傳因子是一樣的 在這個細菌而言 這兩隻老鼠 我們放細菌那些 其實它們都是遺傳因子 我們選擇是完全一樣的 但在我們肚子裏面的細菌 已經可以很厲害地影響到 那個動物對食物的反應 我想說其實我們有三個細菌 最少一個細菌是我們身體裏面的遺傳因子 一個是我們肚子裏面的細菌 以及我們吃的東西 我做了30年的遺傳學研究 我相信我們不會這麼快 可以改我們自己身體的因子 但是我們很容易應該可以改到我們吃的東西 以及我們有方法去改變我們肚子裏面的細菌 我們肚子裏面的細菌 其實我想再說一點 其實已經跟我們共存了很多千年 因為你肚子裏面的細菌 是你媽媽傳給你的 你媽媽的肚子裏面的細菌 是你媽媽傳給你的 其實是我的肚子裏面的細菌 以及你媽媽 即是我們祖先的遺傳因子 是共存了 其實是如果你用進化卵 其實一起進化了 已經是千千萬萬年了 所以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而所以這個我們… 但是今天我不會說腸道細菌 我只是想說食物而已 我想這個就是… 我希望你知道 其實有兩個 component 我們都有個機會去改變 就是食物和我們肚子裏面的細菌 我們很難改我們自己的細菌 雖然我已經做了30年 想做這些事情 但是仍然在做 我又講一點歷史 在1977年 美國的參議院 就有一個特別的委員會 就是專上去看營養 和所謂營養和人類需要的專責小組 這個就是紅色和綠色 你們看到紅色就說 不要吃那麼多飽和脂肪 不要吃那麼多肥的 不要吃那麼多膽固醇 不要吃那麼多糖 不要吃那麼多紅肉 不要吃那麼多鹽 另外一方面就是 叫你多吃一些菊類 碳水化合物 吃多一些水果菜 吃多一些不飽和的脂肪 以及吃多一些雞或魚 我自己相信 這個報告的影響 可能比原子彈的影響 對人類更加厲害 為什麼呢 因為1977年之後 就有了這個所謂的食物金字塔 食物金字塔 食物金字塔 這個是美國政府推出的食物金字塔 而這個就是香港食物環境衛生署的 通常我的認識就是 通常美國推出了五年十年之後 香港就會使用那個金字塔 不同的地方只能看到一些印象 不同的地方 有些是中國化了一點點 但全部都是一樣的 他們說是怎樣呢 最低你應該多吃一點 就是碳水化合物 然後就吃水果吃菜 最重要是不要吃那麼多脂肪 而這個不管是美國 或者是香港 或者其他很多地方 都是用這個金字塔 這個就是其實1977年 他做了一個這麼小心的報告 希望就想幫助人類 那麼這個後果是怎樣呢 這個就是一個後果 我現在這個是美國的數據 因為我想是因為美國是可以 因為他那時候已經很注意這件事 他現在的數據是比較齊一點 那麼香港我其實沒有很認真去找 可能香港有 但是可能香港沒有這麼大的數字 那麼anyway 那個最主要原因 我想說就是 其實我們現在看到的趨勢 應該在香港也應該是有這樣的趨勢 只不過是差幾年 或者是沒有 就是有一點輕微的改變 那麼你其實看到 其實這個影響了他們怎樣吃東西 那麼你見到他其實真的吃少了脂肪 吃少了蛋白質 吃多了碳水化的物 但是你記得 理論上吃了應該是好一點的 因為這個是推薦是要好的 但是結果是怎樣呢 就是糖尿病是增加了241% 而痴肥是增加了超過一倍以上 一倍半以上 那麼你會看到其實他… 很多我們經常都說 我們現在現代人胖 為什麼呢? 我們不動啊 沒有做運動啊 這些就是沒有做運動 其實你現在看到 如果在美國來說 其實上常做運動的人是增加了的 雖然那些人是看電視 可能都是多了 可能電視節目好了 所以多了人看電視 但是你看到糖尿病很多 那麼我一定會回來 去講這個所謂高果糖章的問題 這個是其實一個最大的問題之一 就是剛才我已經說了數目 但是你看過這個數目 你就知道在1973年的時候 只不過是2% 2%美國的人口是有糖尿病的 但是現在已經是8% 如果呢 我沒有看中國的數據很清楚 但是最近我看報紙 看一些報告就說 中國已經是接近10% 所以這個不是一個美國的數目 這個是其實是很接近我們的 其實香港我不知道 那個百分之比是多少 那就是說 已經很多人是有糖尿病在美國 而還有呢 其實超過三分之一的美國人 是已經有輕微的 所謂糖尿病的趨向 那麼肥胖是更厲害的 如果去美國的旅行 你會覺得尤其美國南部 你會發覺沒有甚麼位置 很多時候都很強迫 因為那些人就比較大件一些 就是比較大了很多尺寸 這樣已經是三分之一人 現在你看一下 根本呢 都很好報的 因為美國我想是340個 1萬人 就是這麼多的人 3億4千萬 那已經你想想 已經是有一億多人 是巨大無比的了 這個就是那個趨勢 就是差了40年 從40年前 只有15個百分之一 我不是說15%是正常的 但是15%升到34% 在40年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其實是甚麼原因呢 我剛才說了兩件事 就是所謂肥胖 中央肥胖 以及高血糖 其實如果我們把所有人 我們看醫學的數據 我們會看高血壓 我們會說高金油三支 你會知道高油三支 我其實不知道 我是最近才知道的 以及高的所謂的HDL 這個就是所謂低的HDL 即是一個所謂 你們說的好的膽固醇 如果你有這幾個情況加起來 我們通常會叫做 新陳代謝的綜合症 就是Metabolic Syndrome 那為甚麼我要說這件事呢 就是我們現在現代人的 大部分的所謂的慢性病 包括癌症、老人癡癌症、癡肥、糖尿病、中風、心臟病 全部其實的起因 都是由於新陳代謝症導致的 這個我想你知道的一個 或者不是每個人都知道 但是這個其實就是 因為有新陳代謝的問題在這裡 所以這些病就會滋生出來 而其實也很恐怖的 紅色的就是全部死亡 即是說每年在美國 在死亡症裡寫 有大概13萬人死於中風 差不多58萬人死於癌症 六十萬人死於心臟病 接著就有很多老人癡癌症的人死了 但是老人癡癌症的死亡 通常都不是報得那麼高 其實這裡我想說 其實超過130萬人死於這種慢性的病 那我其實想說 那個金字答其實做出來 希望是幫助人吃得健康一些的 希望人是會健康一些的 但是呢 好像1977年搞出來的東西 好像搞出很大件事出來 因為你想想 越吃越病 越吃越嚴重 越不健康 我想大家都要想想 這個金字答是否錯了 是否有什麼問題呢 那我就講到第二個點 就是 如果你看到這些東西的話 平時呢 你有什麼感覺呢 第一個 通常很常說 就是 哇 你吃得那麼胖 你死定了 你一定會血管硬化 一定會有心臟病 你不幸運 你還會捉著風 那麼 所以我就說一下 什麼叫做血管硬化 和心臟病的關係 那如果你看到 這個呢 我是在其實美國的 國家研究 NIH的 所謂的心臟肺 和血的科學研究所那裡 拿出來的圖 你可以上網站那裡看的 它就說 正常 那你一條血管 那些血當然是留在 你又這樣穿過 如果是有問題的時候 就是 那些東西 有些東西 就積了在血管的內場 那如果血管內場 那條 好像塞車一樣 越來越塞 那有時候 那血壓就增加了 那就會 不幸運就會爆血管 爆血管 就是由於 動物就硬了 然後爆血管 在心臟就變成心臟病了 那這個就是 所謂動物硬化和心臟病 而呢 你再看它的網站 就是那個網站 它是這樣說的 膽固醇呢 其實它想說膽固醇是導致 動物硬化和心臟病的危險因素 為什麼這樣說呢 它這樣說 它說 LDL cholesterol 這個就是我們所說的 好壞的膽固醇 如果越高的話 就越容易有心臟病 如果你越高 HDL cholesterol 這個就是我們平時說的好的膽固醇 你就越少機會有心臟病 我又想說 這是真還是假呢 這個呢 就是這個問題 接著我希望你自己 等一會去決定 這是真還是假 那我就會 首先講歷史 接著就講一些 所謂的醫學的報告 接著希望再給一些 生物學上去 怎麼看這件事 你就會明白 這件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其實飽和的脂肪導致心臟病 不是一個真正科學上已經證明到的東西 只不過是一個 我們叫做hypothesis 是一個假設 即假設的原因 其實已經是 差不多在五、六十年代才開始有的 之前五、六十年代 那些人吃很多肥東西 從來沒有人擔心吃肥東西 但有一個科學家叫做Ansel Keyes 他就說食物是會影響心臟的 為什麼呢 他那時的pothesis是這樣說的 如果吃了太多脂肪在食物那裡 就會導致心臟病 那他的根據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 在差不多一百年前 俄羅斯有一個科學家 就做了一個實驗 他就給白兔一些提煉了的膽固醇 然後發覺白兔就很生病了 當他解剖了白兔的時候 發覺白兔有些症狀 就好像人類的血管硬化 所以這個就是那時 膽固醇吃得太多 如果血的膽固醇太高 就會導致血管硬化 這就是他們做了一個實驗 就是這樣說的 這個Ansel Keyes 這個美國科學家 大概在50年代至70年 他就做了一連串的 不是實驗 只不過是拿了一些不同的數據 他去到不同的國家 包括美國、意大利、希臘、日本 拿了一些數據 他就比較你吃多少脂肪 你有多高的心臟病率 他那時用這七個國家的數據 他就說 如果你吃得多飽和脂肪 你就間接就會影響到你有心臟病 這個就是他在所謂 Seven Country Study的時候這樣說 但是如果你讀完下面那一句 他在1952年 他在另外一份報告 他都說得很清清楚了 他說食物當中的膽固醇 對人類的血管硬化是不重要的 如果你明白 他的意思就是 其實你無論你吃多食少的膽固醇 是不會影響你的血管硬化 完全是兩件事 然後他其實是挺長命的 他一百歲才死的 在他九十幾歲的時候 他說了另一句說話 就是令很多人都很激氣 他說其實從來都沒有一個 在血裡的膽固醇和食物的膽固醇是沒有關係的 我們早就知道 他說 而膽固醇在食物當中的膽固醇是不重要的 除非是一隻雞或者是一隻白兔 為什麼呢? 因為雞和白兔 他們的遺傳因子和食物都不是吃肉的 所以如果你給予很多膽固醇 他們身體根本不會接受到這些膽固醇 所以他們一定有些很不正常的症狀 其實有一件事很多人都不說 就是其實如果你餵其他動物 好像老鼠等很多膽固醇 它是完全沒有血管硬化的 其實好像他這樣說 第一句就是在195年他都說 食物當中的膽固醇是不會影響人類的血管硬化 但是我們到了今天 想吃脂肪多或者膽固醇高 令到我們有血管硬化和心臟病 完全是由於這個說法 我繼續告訴大家 什麼叫膽固醇 誰知道什麼叫膽固醇 肯定是不好的 但是我幸好也是讀生物化學的 所以我也知道多少少什麼叫膽固醇 如果你看到 我們每個細胞都有細胞膜 在外面有細胞膜 整個細胞裏面都有很多膜 都是差不多這樣 有一點點不同 其實我們的身體裏面有20% 就是細胞膜裏面的20%是膽固醇 如果我們沒有膽固醇 我們根本是沒有辦法做細胞膜 以及我們沒有辦法做細胞 這是第一個點 我希望你知道膽固醇是好的 第二件事我們身體裏面是需要很多 我們的膽固醇是用來做很多很重要的事 剛才我說的膽固醇的網 是結構上的 例如你蓋上的膽固醇是一個磚 你沒有一個磚 你怎麼蓋上的膽固醇 完全是沒有存在的 第二件事就是我們用膽固醇 是製造很多類固醇的激素 例如男女的性荷爾蒙 都是膽固醇走出來的 還有維他命D 我想你們如果很緊張骨 如果你覺得心情不是很開心 其實通常心情不是很高 就是因為你不夠維他命D 所以照照太陽 它將膽固醇轉為維他命D 你就會開心一點 所以有空就不要那麼怕曬黑 就是應該走出去曬黑 膽固醇首先你記得是好的 因為每個細胞都需要膽固醇 有些細胞是更加需要多些膽固醇 例如你頭上的腦的細胞 其實大部分都是膜 因為有很多很多膽固醇 我們的腦 只不過是我們的身體重量的2.5% 但是我們的腦是佔了我們身體20%的膽固醇 就是說最膽固醇高的就是在我們的腦 所以如果我們不夠膽固醇 我們的腦就會有很大問題 那麼又要講一點點生理學的事情 我其實想你記得膽固醇 因為這麼重要 身體就做了很多很多的 用了很多方法去令到膽固醇的水平是正常的 例如有多少是合成 我們身體是懂得做的 我們的肝是懂得做膽固醇的 我們的腸是會吸收膽固醇的 如果我們不吸收 我們就會排泄出去的 其實這個過程是很複雜的 今天我不會說很多 但是我想說我們身體裏面做的膽固醇 是超過80%的我們血裏面的膽固醇 而我們吃回來的是少於20% 而我們食物當中的膽固醇是很重要的 因為其實大部分食物當中的膽固醇 都吸收不到的 會走出來的 全部都去洗手間的 因為我們是吃很少的 吸收也很少 因為吸收不得很多 但是吸收的步驟很重要 因為如果我們食物裏面不夠膽固醇 我們身體就會發出一個訊息給我們的腦 說我們吃得不夠膽固醇 他們就會說做多些膽固醇 或者我們如果吃夠 我們的腸就會決定 我應該不需要吸收那麼多 或者我應該去放多些出來 這是一個很複雜的一個process 因為很多遺傳因子會參與 所以有很多遺傳在這方面 所以有些人天生做多些膽固醇 但他就不吸收那麼多 所以大部分都沒有問題 全部都拆出來 有些其實不夠膽固醇 但吸收得多些 所以食物和我們自己身體做 其實是一個很有協調的 我們身體其實是很厲害 有很多所謂自己控調我們自己的 我說了這件事 希望你知道的一件事 就是其實我們是要吃膽固醇 才可以所謂fine tune 我們可以協調我們自己身體 如何吸收 如何製造膽固醇 這是其中一個步驟 因為是這麼重要 所以我們有很多東西 是確保我們自己是夠膽固醇 而當然 因為剛才我提到Ansel Key 在說了假設假想之外 有很多美國政府就證明了 想做實驗 或者做一些關於人類的研究 去證明 其實他們給了很多錢出來 想證明吃得多的肥東西 對人的健康是不好的 有很多很多報告已經出了 我只是給了兩個報告 就是兩個比較大的報告說出來 第一個就是在麻省的一個地方 叫做Framingham 如果有時間你自己可以上網搜尋 你就知道我沒有說謊 在1948年 他開始已經在這個小的城市裡 他就將每一個人的健康 所有的數據都留在這裡 所以很好 因為他所有人的血量 什麼數字全部都有了 吃什麼他就登記了 所以我們其實在過去的幾十年 已經是去看看 是不是人們吃得多肥的東西 就多一些心臟病 這個報告在一期在1992年 已經做了出來 這位先生其實是主管 所謂的Framingham Heart Study的director 他就說了 你越吃得多肥飽和脂肪 你越吃得多膽固醇 那些人其實你的身體的 血蛋白的膽固醇是越低的 而那些人是越身體活動 就是最健康的 其實早已知道的了 超過二十年前 我們已經知道 其實吃膽固醇 吃飽和脂肪 是沒有影響那個人的健康的 而另外一個就是 不順氣 美國政府又 叫了別人要這樣吃 做了負責資料出來就不行了 所以就給多一點錢 然後就有另一個研究 叫做Women's Health Initiative 這個是美國政府 資助最大的一個研究 是七百億美元的研究 是專注於女性的 在這個報告上 我只是舉一個報告 其實是很多很多報告 在2006年至現在 是出了差不多超過十個報告 其實這裏就想說 想讓人吃一些所謂健康的東西 例如少一點脂肪 多一點蔬菜 多一點水果 多一點穀物 這些東西 他做完實驗的報告 因為沒有辦法 他這個報告寫這個研究 寫這個範圍的時候 就想證明吃得肥 就令到你沒有那麼健康 所以他只可以這樣說 就是你吃少一點脂肪 沒有減少你心臟病 或者是中風的機會 其實如果你看報告 就知道其實是回答 應該就是 你越吃得肥的東西 就越健康 你越吃得少肥 你就越多病 但如果你有興趣 你可以看回 我可以給你們一個PowerPoint 你們自己去找 你就會知道 這個是很驚人的 我稍後再說 他其實是想證明吃得肥的東西是不好的 但做不到 其實相反是好的 接著我舉了兩個報告 尤其是近五年 很多很多這些報告 其實飽和脂肪和膽固醇 都是對我們有益的 尤其是對我們的腦的功能 我現在舉了兩個報告 是比較近期的 第一個就是關於柏金順症 他做了很多很多人 他發覺一樣東西就是 那些人越高血的膽固醇 就越少機會有柏金順症 而他就有一個所謂的 Dose Age Dependence 的效果 就是越高就越好 就是越高就越少機會 越低就有機會多一些 而他有中間的數據 就證明差不多是一條直線的 這是他們在報告裡面這樣說的 第二件事 我想大家都很想知道 關於老人痴呆症 或者痴呆症 這個也亦說了 但你看到紅色和藍色 我專門這樣描述出來的 就是老人痴呆症是會增加的 如果是你吃多了碳水化合物 是低了的 如果是吃多了脂肪 其實根本現在 最近 我想很多人 你們或者也有很多人 都聽過要吃多些 肥一點 或者吃些椰子油 我都會說多些關於這件事 是對我們的腦很重要 你記得我們的腦 20%是膽固醇 我們身體裡面的20%膽固醇 全部走到2.5%重量的腦 比其他的細胞 和脂肪 是8倍那麼多的 其實我想告訴你 問題不是膽固醇 膽固醇從來沒有不好的 其實如果你的醫生說 你有高的好膽固醇 以及低的膽固醇 其實他不知道是否明白 如果他明白的話 其實他想說 其實就是脂蛋白 其實膽固醇 和脂蛋白是一齊的 我們身體 就不能運膽固醇 經過血的 因為水溝油不行的 所以他就用膽固醇 貼著油 而血的脂肪 膽固醇 是將脂肪 或者是膽固醇 是由肝 運到腦 或者是由其他身體 運到肝 那裡排泄出去 而這個也是 在5年前 有一個很大的報告 是做了52個國家 那個結論是怎樣呢 在所有的族裔 男女 我們去找到 所謂B的A 即是脂蛋白B 和A的比率 其實是最容易去預測 哪個人有心臟病 或者是那些的 而就 total over HDL 如果你驗血 驗血的膽固醇 通常就會檢查 total cholesterol over HDL cholesterol 除非你付很多錢 去做一些特別的測試 不然你只是做這兩件事 沒有人會再多 我問過幾個醫生朋友 他不知道多過這個數據 所以我知道他們是不知道的 因為少於30年前 我都有教少少的醫學生 我現在也有很多醫生的同事 我都知道 有些他很認識 但這些他是不知道的很多 為什麼我講A和B呢 我希望你這個最重要的 你記得 我們的肝是做膽固醇的 我們的腦是很需要膽固醇的 我們身體是用A和B 這支支蛋白 是將膽固醇由肝運到腦裡 而我們有另一支支蛋白 是將細胞或其他多餘的膽固醇 運到肝排泄出體外 而A和A還做了一個很重要的事 就是如果有些垃圾 會送到街上 送到血管 不乾淨 會清潔的 所以你就很容易明白 如果多A一定是好的 而為什麼多B有問題呢 其實沒有什麼問題的 就是多些運送都不會有問題 但問題是什麼呢 問題就是B是會氧化的 當那支支蛋白氧化了的時候 這個圖我不會解釋很多 我想告訴你 就是這些比較黑色的 就是所謂的氧化了的 就會黏在血管的腸裡 接著有些免疫細胞就會吃掉 吃掉之後 這些就變成怪獸 變成怪獸 就會黏著血管 就會形成一個吸管 會發生問題 很多時候我們經常說膽固醇膏 膽固醇膏是什麼原因呢 我想說就是 我想舉一個例子 我希望舉得是好的例子 就是好像你的廚房要煮東西吃 你就去那些超級市場訂購的東西 那些訂購的東西不理 為什麼呢 因為送貨的又爆胎 全部沒有司機 全部都可以 那你想買些菜回來而已 你就再訂購 那超級市場就有送多些菜來 做多些菜送多些菜來 那你就在那裡檢查 那麼多菜在街上 一定是菜不對 但是不關賽事 其實就爆了胎 沒有司機 就是全部那些運送的問題 其實VLDL 我們經常說VLDL是所謂不好的 其實VLDL 就是壞的膽固醇不好 其實不關膽固醇事的 膽固醇經常都是好的 問題就是氧化了的脂彈磅 如果你想對自己好一點 你就應該做一些事 減少有氧化的脂彈磅 不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你如果吃藥 減膽固醇 就只是令你更加痛苦 其實想減少就是減少了氧化的脂彈磅 如果你沒有了氧化的脂彈磅 你身體裡面的膽固醇不會改變 而亦不會有些東西 積在血管上 令到你有血管硬化 而我可以告訴你 所以很多時候你們看書 要吃多些抗氧化的食物 而且你要吃多些食物 但其實我想說 在這部分 由這裡變成這裡 當然是氧化 但為甚麼這些脂彈磅會黏在這裡 其實就是由於有些糖 黏在脂彈磅裡 如果你沒有那麼多糖 它的食物就不會黏在那裡 令到它會氧化 所以我就會說多些關於糖的影響 其實我想很多人在在座 或者都會吃這一種 Statin 或者叫他丁類的藥物 為甚麼這個是很重要 因為你看到這裡就是膽固醇 在這個所謂的化學的過程當中 這是最重要的一個步驟 他們很多藥物 就是做這個藥物 就是想去減低這隻酶 Hmg-CoA reductase的活動 剛才我都說過膽固醇很重要 又要做細胞膜 又要做維他命D 又要做類固醇的那些荷物 你少一點都不行的 所以你吃了藥物之後 肯定你要加重藥 因為你的身體會有反應 知道你不夠膽固醇 做多些煤 去抵抗藥物的功能 所以你越來越… 頭頭吃膽固醇就會跌了 然後檢驗一下身體又會高 醫生說你要加三倍藥 然後你會說這隻藥不行 要加另一隻藥 我想說為什麼這隻藥不是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身體是完全有一個方法 去控調我們做多少膽固醇 你如果不給他那麼多膽固醇 你的身體又要膽固醇的話 他一定會做一些東西 去令他更加多膽固醇 其實我說的就是 所謂右手邊那邊 左手邊那邊很重要 左手邊那邊就是 CoA enzyme Q10 你們或者比較注重食物 有人會說 你買CoA enzyme Q10 對你好的 因為什麼什麼 其實是很對的 因為CoA enzyme Q10 是我們身體裏面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抗氧化的一件事 在我們身體裏面 每一個細胞的所謂線球體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線球體 Mitricondria 就一定要用CoA enzyme Q10 去幫我們去 所謂抗氧化 轉了那些ATP出來 做能力 所以有些醫生 很多時候會問 吃了Statin的病人 你有沒有覺得肌肉痛 不舒服 不夠氣 其實很正常 因為你停止了 Hmg-CoA reductase 你的CoA enzyme Q10 和膽固醇都會低的 你一低了 你心的肌肉 你的手腳 所有我們用力的肌肉 都需要CoA enzyme Q10 所以有些醫生說 給你吃一隻Statin 接著就說 你只要拿這個Q10 supplement 收你兩次錢 就會這樣做 原因就是這樣 所以這是一個很危險的一件事 因為這是在身體裡面 最重要的一個生化的反應 我想說 我在回來之前 我都查了Google 香港的新聞 其實有兩個新聞 Yahoo在11月底 明報在11月1日 都有載這些 我想很多人可能都沒有特別注意 我也想說 其實最近在11月中 美國心臟協會 心臟病協會 和美國心臟病學院 都出了一個新的 所謂膽固醇的規定 其實這是大件事 因為所有白人去到62歲 如美國的黑人 65歲的男女性 或69歲 他們說 個個都要吃 個個都要吃 當然 因為它的規定 還有很多年輕人都要吃 吃完了是什麼 由現在的15% 即15%的成人 就差不多三個人當中 都有一個人都要吃的 Satine 這是我在加拿大的 Global Mail的報紙 全部是他們撿的 唯一我加出來 就是中文字 其他全部都是 我沒有作的 你可以找到11月24日 連Global Mail 這麼保守的報紙 都好像看不過眼 都要這麼說一句 為什麼呢 它說 根本已經是多到 很多證據都知道 其實 Statin 它丁類的藥 對女人是沒有用 不是沒有用 是完全沒有好處的 因為膽固醇 過了40歲之後 女人的膽固醇 血的膽固醇 越高越好 你已經知道 你如果有機會 看一個所謂 Women Health Initiative 在這個報紙 越高 就越少機會 有 越長命 首先 越少 老人痴癌 越少 大部分的癌症 只是一個 是Borderline 好像沒有什麼影響 但是所有的癌症 都越高膽固醇 就越好 你還要用藥去降 這是很奇怪的 所以他們說 根本 膽固醇在大部分人 都沒有什麼用 除了很少部分的人 或者是有用 我不會進行細節 我只是想說 其實 Statin 他丁類的藥 是有很多副作用的 差不多20%的病人 都會有 以下所有的糖尿病 白內障 肝的功能 以及性功能的減退 以及我所說的肌肉 根本很多很多 所以 為何我今天會這樣說 我又不是醫生 我又不幫藥廠 也不會有那些銷售 我所說的 任何東西 都不是有什麼 conflict of interest 但是我就是想說 我剛才說的 所有的資料 如果你願意去找 你全部都找回 而我是沒有作大的 我只不過是 很少很少一部分給你看 所以說完這件事 我都想知道 我想說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其實飽和脂肪 或者雞蛋 雞蛋 因為我經常都覺得雞蛋很可憐 因為雞蛋經常被人 雞蛋經常被人扔掉了他的網 而其實那個網是很重要的 雞蛋的網 其實蛋白是沒有蛋網那麼好 如果吃炒飯 千萬不要叫蛋白炒飯 因為蛋白 其實如果有些人有敏感 其實蛋白是最容易令你敏感的 蛋黃是沒有事的 因為蛋黃基本上就是不同的脂肪 膽固醇 以及所有的礦物質 有益的東西全部都是在蛋黃 因為如果你研究胚胎的成長 胚胎是由蛋黃取得營養 你整隻雞都可以在蛋黃裡走出來 不是蛋白走出來 是蛋白是保護胚胎浮在蛋白 但是胚胎是黏在蛋黃裡 是在蛋黃裡取營養 然後好像整隻雞生出來 所以我想說最好的部分是蛋黃 不是蛋白 所以我剛才說了很多東西 都在這本書裡走出來 就是《Great cholesterol myth》這本書裡走出來 我想說的一點就是 你應該放膽去吃飽和脂肪和膽固醇 因為這件事情 我相信對你的健康是最重要的 因為我們相信膽固醇和飽和脂肪對我們不好 我們改變了我們吃東西的方法 因為以前我們可以這麼說 在50年前 我們沒有那麼緊張吃肥東西和蛋 我們經常吃什麼 只不過我們是可不可以有錢 去買這麼多肉和脂肪 如果沒有錢就沒辦法吃少一點 但有錢一定會大魚大肉 沒有說大菜大飯 就是不合理 無論如何 這就是其中一件事 接著是問題時間 我剛才說了蛋 我在職業市場又看到這兩隻蛋 又有Omega 3 又有Omega 6的蛋 沒有製作的 是真的 我想問一下大家 你說哪一隻好 3還是6 3 3 正確一點 不正確 正確一點 這個沒辦法 因為我不知道我要用多少時間說這件事 因為我怕大家不明白什麼是飽和脂肪 和不飽和脂肪 那種分 什麼是Omega 3、Omega 6 所以好像教書一樣要教 飽和脂肪是什麼呢 就是好像這樣的 真的很飽和 所有的地方都是天化了的 你們想想 打和脂肪就是結了之後 就好像豬油、牛油成舊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全部都是一條直線 如果你走在一起 所謂的脂肪酸 就很快結在一起 就像一塊牛油或豬油一樣 很固定 因為它很容易製作 就像你起牆一樣 全部的磚一塊塊很齊 不飽和脂肪酸是怎樣的呢 就是有些地方它沒有氫化了 所以就有一點點不太直 如果是多不飽和的 就是多於一個位置 就沒有氫化到的 你想想 如果有時就會變成曲曲斜斜 你想想 如果它不飽和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把它放在一起 所以不飽和脂肪 通常在室溫都是液體 因為它根本是沒有辦法黏在一起 好像結了一個脂肪 就是結了一個牛油或者肥膏 有兩種不同的不飽和脂肪 有些只有一個地方沒有 有些只有很多地方沒有 例如有些一個地方沒有的 就是淺化的那些是甚麼呢 就是橄欖油、橄欖油、夏威夷果 或者牛油果的 而所謂的多不飽和脂肪 有很多種 我們想說兩種 一個就是Omega3、Omega6 不同的地方 就是第三個位、第六個位 它們沒有氫化 所以就這樣分為Omega3和Omega6 你看到Omega6就是很多在菜的種子牛 我會說更加詳細哪些種子牛是Omega6 Omega3呢 我先在這裏說 在魚或者如果是草養 即是怎樣 即是不是吃蚊肉那些 即不是吃蚊肉的牛、羊 它們都有很多所謂DHA和EPA 所以ALA、DHA、EPA 我想你們都聽過甚麼DHA、EPA DHA很好、EPA沒那麼好 或者你會聽過很多這些 其實我們身體是不能夠做ALA的 我們是可以由ALA轉去做DHA或者EPA 但如果你不用做 買回來就最好 所以很多人就會吃多些 好像不用做的 不要只是ALA ALA很多都有的 例如我們吃的菜 菜心芥蘭 其實不是很多油 但它裡面的油就是ALA 所以吃青菜 我們中人吃炒菜是好的 因為有很多Omega3 但不是很多油 但就是油已經是好的 這個就是所謂的脂肪101 我希望如果你明白 其實你就不會經常說Omega3、Omega6 其實很多人只是說很多很多東西 但他們都不知道是甚麼 他們也是專家 每個人就傳一傳 就是所謂傳一傳 大家都好像不知道 怎樣開展、怎樣的結果 我就是想說 其實Omega3和Omega6 不把握的脂肪都是我們需要的 因為我們身體不會做的 而一個Omega3其實就是抗發炎的 而Omega6是推廣發炎的 我們其實發炎和抗發炎 或者速發炎是兩個都是需要的 如果我們不能夠發炎 好像如果我們介選了有細菌感染 我們就死定了 因為我們是需要發炎 令到細菌死亡的 但是打完仗 如果不收仗 就很慘的 手就會經常爛的 所以我們也要所謂抗發炎 所以這個是好像我們所謂的陰陽一樣 兩樣東西都需要的 這是一個平衡 太多和太少 我們都是不行的 而在我們正常的身體來說 最好的方法是大概是一對二的 一對一對一對二的 但是在我們現代的食物當中 我們的方法是轉了 因為我們多吃了很多食物 都是有Omega6 所以現在很多時候 我們身體根本經常都在發炎 如果我們感覺不到 我們其實是經常都喜歡打仗 不喜歡停止打仗 所以這個是最大的問題 而我也想說 很多人就吃很多食物 Omega3 想說Omega3好 吃適合五粒、六粒 其實不可以的 你不可以吃 為什麼身體不做 Omega3和Omega6 要拿回來 我們身體是不可以有太多 Omega3和Omega6 就是平衡的 所以我希望你不要以為 Omega3好 就每天三餐都製成兩粒 這樣多了還是不好 為什麼呢 又回到這個圖 剛才我都說了 我們有20%是膽固醇 有75%其實是其他的脂肪 而當中有50%是飽和脂肪 而其他就是不飽和脂肪 包括有些是一個位置 有些是多於一個位置 但你可以想想 如果又做一些很多 有些全部都是四方形的磚 研裂就硬碰碰的 那些磚就不好 所以要增加它的柔軟性 但你不想做一些磚 是做很多洞出來的 如果太多不飽和脂肪 就會有很多洞出來 就像做鼻彈衣的時候 那些有很多微型的洞 對我們是非常不好的 我們的細胞膜是很危險的 為什麼呢? 因為細胞膜是很重要的 我只是舉了幾個例子給你聽 就是如果你想記得東西 或者想到東西 或者說到東西 你就需要你的神經 從一個地方傳到另一個神經 這個是需要很多 所謂我們叫做neurotransmitter 就是我們從一個神經細胞 放一些消息通過另一個神經細胞 我們是需要很多細胞膜 就是很多細胞膜 去運用這些transmitter 而身體如果有些東西不好 它就會用細胞膜包住 在這個過程中叫做autophagy 在這裡毀滅了身體裡不好的東西 例如好像在免疫細胞 它們就把細胞膜包住 然後我就包住它 然後放在這裡 找這個所謂的neurotransmitter 就像一個炸彈一樣 黏在它 爆炸 就死了 搞定了細胞膜 但是最大件事就是 如果細胞膜全部都有洞 在這個步驟 在這個步驟 它在爆炸 在它毀滅那些東西的時候 它毀滅了自己 所以你的細胞是不會健康的 所以就整天都 可能有時候就越來越… 就像你的免疫系統 這些細胞 根本是不能夠做它應該做的事情 而你又很多時候 如果沒有很好的細胞膜 我現在說的是包括 你夠不夠飽和脂肪 你夠不夠膽固醇 還有你會不會有不正常的不飽和脂肪 這些都是會影響細胞膜的功能 所以這個就是那個原因 我們要吃多些飽和脂肪 吃多些膽固醇 我們要小心用我們用的不飽和脂肪 如果我們一搞亂了所有的比例 就會令到我們身體的細胞… 你現在做的事情 其實全部都是為了細胞的健康著想 如果它不健康 你是沒有辦法健康的 所以我想說要… 因為我剛才提到Omega-3和Omega-6的比例 就是一定要少一點用 以及不要用種子油 因為如果你不想… 那麼多時候… 很痛…肌肉痛… 如果你過了某個年紀 有所謂五十肩等 腰骨痛… 哪裡痛… 因為你是太多… Omega-6… 在你的系統裡… 它很喜歡打仗… 那你就經常發炎 一發炎就是痛… 但是如果你吃個藥… 就是止痛的藥… 只不過是令它沒有感覺 它還在打仗… 那你其實應該做一件事 就是用… 好像中醫那樣想的 就是你走回去… 那個根源 你吃少一點… 是Omega-6… 你就希望可以… 減低了… 即發炎的機會 那麼… 這些就是種子油 我想你們個個都有吃這些油的 所以呢… 你就會明白… 大家鎮定些… 我又是沒有… 我沒有持續任何… 是關於牛油、椰子油、橄欖油、豬油 和禽類油的… 我是可以declare 沒有conflict of interest 但是我想說就是… 在我小時候… 我小時候… 你們也很小時候 所以不可以… 在我小時候的年代… 我們家裡是用… 大部分都是用豬油的… 是偶爾才會用花生油… 花生油是… 吃齋的時候… 要拜神… 那時候… 要用花生油… 因為這樣才是… 比較… 所以其實那時候只是花生油… 但大部分都是豬油… 之後呢… 忽然間不知道誰… 就說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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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就不應該用豬油… 然後呢… 我們一定要用一些很美麗… 在超市場… 又便宜又漂亮的… 粟米油… 芥花籽油… 例如… 那些油… 那為什麼… 我剛才… 我打了兩顆星… 就是… 我想… 你如果喜歡… 加些麻油… 在食物當中… 你不煮… 沒有問題的… 你加少許… 不是一個問題的… 我不是叫你… 什麼油都不要用… 千萬不要誤會… 但你如果… 想… 將那個… Omega 3 和 6 的 ratio 交換至… 1對 1 你就應該… 不要用… 你用… 小油一定是好的… 但如果你還是用… 即是種子油去炸東西… 煮東西… 你一定會多… Omega 6 而… 我們以前… 很久以前… 很久以前… 就是用牛油… 用豬油… 或者有時候… 雞油炒菜… 以前是雞油炒菜的… 為什麼雞油炒菜… 是好的… 當然… 我們可以說另一件事… 就是… 現在的雞的資料… 不是那麼… 那麼人工… 那些是另外一件事… 但我想說… 菜油… 種子油… 和動物油… 是兩件很不同的一件事… 所以你一定要注意… 而… 橘子油… 有些人會說… 有些橘子油… 是用來做沙律的… 而… 當然你可以買一些… 是… 可以受到高溫一點… 用來… 都可以炸的… 但是… 我也想說… 就是… 所謂的… 不飽和的脂肪… 如果你煮得太高溫… 它會變形的… 如果你… 都… 叫做… 叫做… 反式脂肪… 反式… 反式脂肪… 大家知道現在不能吃… 雖然… 好像二十年前… 有一段時間… 大家都說… 應該吃多一點… 但… 現在就知道… 一定是不好的… 你想想想… 細胞膜… 你做個反式脂肪… 最終要開個大洞出來… 你一定… 就是… 準備好… 你一定… 你一定… 所以… 由於這樣… 我們… 不可以用… 反式脂肪… 但… 我想說… 這是一個重要的一件事… 我… 很快… 就… 很長… 我想說… 剛才說… 葡萄糖的… 耐力測試的反應… 年紀、食物… 都很大影響… 如果你有興趣… 你很容易找到… 很多食物… 所謂的… 升糖指數… 升糖指數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 葡萄糖是100… 它就比較食物… 對葡萄糖… 即是… 人對某種食物… 和人對葡萄糖的… 所謂相對的… 反應… 那… 我們現在吃的早餐… 很多時候我們吃的早餐… 麵包… 飯… 粥… 即是… 麥皮… 大部分… 其實升糖指數都是高的… 這個沒有辦法… 因為其實全部都是碳水化合物… 所以這些高的… 高的… 所謂的… 升糖指數… 結果會走出來是甚麼呢? 就是… 我們的血糖… 吃完了飯… 就像我剛才… 我示範過的… 那個曲子一樣… 升…升… 接著就跌了… 但很多時候就跌過了… 所以如果你是… 八點鐘吃早餐… 吃兩塊麵包… 喝杯咖啡… 加上糖… 做些水果吃… 很健康… 到… 大概十點鐘… 或者十點半開始… 就… 餓了… 那你又不頂不住了… 所以又要吃一點… 所以就會… 大上大落… 那你整天… 就是… 血… 血糖… 就高了… 因此跌回去… 就餓了… 又要吃… 又高又低… 如果長期… 長期… 都是又高又低的話… 根本你有高的血… 糖… 以及… 高的… 胰島素… 而… 其實高胰島素… 是更加嚴重的一個問題… 是… 因為今天太過複雜… 不想說… 高血的胰島素… 如果這兩樣東西… 都會高於… 你就會有… 剛才我所說的… 申請代謝的綜合症… 所以… 我們可以自己決定… 就是… 是不是要吃很多… 這些… 高升糖指數的東西… 如果吃很多… 你可以吃… 但你要吃少… 吃少… 你的… 升不是很多… 你要吃… 如果吃多些… 脂肪… 或者是蛋白… 那些… 你就算出來… 你這個人… 就不會大上大落… 你就不會餓… 其實說真的… 如果你不想… 很容易餓… 如果你不想… 吃完飯… 就很睏… 或者開會的時候… 糟了… 犯氣攻心… 你說得明… 犯氣攻心… 那麼… 要睡覺… 你就應該… 不要吃這些… 的… 那麼高… 因為… 這個… 就會令你… 整個都是這樣… 還有… 我想… 上次Elaine跟我說… 其實我常常… 這個圖是甚麼呢… 如果有些人… 是… 不幸運… 有個… 腦癌的時候… 其實醫生… 其實要做素描… 就會叫它做… 所謂的… PAT scan… 他就… 給些… 好像糖… 那樣的東西… 機器… 就可以解錄到… 為什麼呢… 這裡有個… 有個… 黃色在這裡… 這個黃色… 紅色… 就是… 那些細胞吸了糖… 而… 醫療所… 他們看… 其實… 癌的細胞… 是會特別喜歡吸糖的… 因為癌的細胞… 是需要糖的… 如果你沒有糖的話… 癌的細胞… 是沒有辦法生得快的… 或者… 可以這麼說… 其實是沒有辦法生存的… 所以… 如果我們經常吃… 很多糖… 我們只是… 幫助癌細胞… 去… 做多些… 或者… 本來… 我們身體很懂得… 去… 把不正常的細胞… 去… 但是… 如果我們吃多些糖的話… 我們就… 其實讓它… 放在一條生路… 它們會… 能夠… 容易一些… 成長… 所以… 我… 經常都… 跟我的同學… 家人都說… 減少吃… 碳水化合物… 尤其是糖… 因為… 你是… 在養… 一些不正常的細胞… 因為… 正常的細胞… 包括你的… 腦細胞… 都是可以用脂肪酸的… 這個… 如果… 有些人說… 你都錯的… 腦子一定要用糖… 其實… 我又不是很錯… 不過… 即是… 在某一個情況下… 我們喜歡用… 葡萄糖… 但如果我們… 訓練了我們自己的身體… 我們的身體… 其實可以用… 大部分都是用脂肪酸… 去做我們的… 原料的… 那麼… 我… 很快要… 完結了這個… 因為我已經說得很長了… 那麼… 另一件事就是… 高果血… 高果糖漿…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 不要喝那麼多… 即… 可樂… 果汁… 因為現在那些… 全部都是糖漿… 而糖漿… 其實都是… 一種叫做果糖… 果糖… 我們身體裡面… 只是一個地方… 是可以… 將它… 處理的… 就是我們的肝… 而大家都知道… 肝… 是最重要的部分… 它要做很多… 很多事情… 又要排毒… 總之… 甚麼都要做肝… 所以如果你能夠… 放肝… 假期的話… 你的身體會… 很多些… 但是… 如果你… 喝杯橙汁… 第一件事… 肝… 就會吸收了果糖… 就會變成脂肪… 所以… 如果你… 在… 大自然的動物世界當中… 只有… 我想了兩個例子… 多果糖是好的… 就是… 如果你是需要… 冬眠… 或者… 你是需要… 像桂後鳥… 要長飛… 你就要吃多些生果… 因為你吃多些… 多些果糖… 它就將所有的東西… 就轉了成脂肪… 然後… 那些桂後鳥… 就會… 飛幾千里… 就不停不吃… 這樣… 就靠它… 那些… 脂肪… 去… 用來做… 它們… 長途飛人… 沒有辦法飛… 沒有不停的… 在海… 在海… 怎麼停呢… 所以… 它全部都是靠這些… hibernation is the same… 冬眠一樣… 所以… 如果你要去靜坐… 這樣… 你現在開始吃很多水果… 你可以… 捱到… 一、兩個星期… 可以… 只要喝水就可以了… 就應該可以的… 沒有問題的… 都可能… 身體會好些… 因為… 即是… 飢餓是會令到… 我們身體有很多東西… 都會好的… 所以… 靜坐… 其實是OK的… 可以… 即是… 可以… 可以想清楚… 它的腦會… 很… 很清醒的… 為什麼我告訴你… 果糖是問題呢… 因為… 果糖… 我們的身體是… 不能夠知道… 我們吃了多少果糖… 你…如果吃… 吃… 果糖… 你不會覺得… 飽的… 因為… 我們吃… 大部分的糖… 因為… 升糖指數問題… 會令到… 我們的胰島素… 是…改變的… 胰島素… 會告訴我們… 我們飽還是餓的… 而… 剛才我的圖說了… 就是… 果糖… 是完全… 跟… 這些控制… 你飽、餓… 這些… 的荷爾蒙… 是完全沒有關係… 所以… 我們身體… 是完全不知道… 我吃了… 所以… 你如果吃很多… 你可以吃很多… 就是… 果糖… 水果… 你可以吃很多… 你不會飽的… 因為… 是沒有辦法知道… 你會飽… 就是你吃多少… 所以… 是更加危險的… 而… 可以這麼說… 我知道… 有些… 我的同學… 女同學… 就會說… 今天很飽… 我不想吃… 只是吃水果… 說這件事… 其實是很危險的… 如果真的不想吃… 就不要只吃水果… 如果真的不想吃… 就真的… 甚麼都不好吃… 吃水果… 其實可以比你… 不吃… 這個是我的… 但是… 你如果想儲肥… 你的胰島… 又是另一件事… 就是你可以用這個方法去… 去看你的胰島… 那些… 尺寸… 那… 也有一個… 這樣的說法… 就是… 不要以為… 所有東西… 炸了汁… 都是好的… 因為你想想… 如果你有膠質… 還有… 像你吃一個蘋果… 大概是… 就是… 好像… 升糖指數… 你看到… 是這麼多… 那你喝這個醋… 其實不是高很多… 但是你想想… 如果… 通常人家是懶的… 吃一個蘋果… 吃一個橙… 就停了… 不會再的… 但是… 你很容易倒一杯… 大杯… 一杯… 橙汁… 可能… 兩三個橙… 或者… 兩三個蘋果… 那樣… 那樣… 就是… 有一個… 理想想… 如果你真的喝醋… 橙汁… 果汁… 你應該是少一點的… 如果不是… 你是自己… 騙自己的… 所以… 別人對你… 我先炸橙汁… 喝兩杯… 多喝兩杯… 就是… 必必一定是這麼好的… 不過… 如果你真的想… 要做花城… 你可以做這件事… 在這裡… 我想說… 要喝適量的… 吃適量的水果… 其實水果… 現在的水果… 跟我們小時候… 是不同的… 以前我小時候… 吃水果… 是… 偶爾有一個… 很甜… 我很開心的… 但大部份… 都不是很甜的… 但現在… 它已經配種… 全部都甜的… 所以… 你如果… 吃很多水果… 你就會有很多果糖… 所以… 我先說的道理… 你要小心… 你應該要吃少一點… 而… 當然… 不可以吃… 那些… 高果糖的飲品… 還有食物… 但你想想… 很多時候… 就是我們… 剛才說的錯誤的… 觀念… 就是… 不要吃… 飽和脂肪… 所以… 我們經常去… 肥脆製成乳酪… 什麼都肥脆製成乳酪… 一肥脆製成乳酪… 就是… 你以為… 你很健康… 誰知道… 你很不健康… 你買的東西… 更貴一點… 但更慘… 就是… 一定要明白… 那個道理… 哪樣是好… 那我再… 十五分鐘… 五分鐘… 五分鐘而已 那麼… 對碳水化物… 除了對碳水化物很高以後… 最近年來… 很多人… 這個… 我不知道香港是怎樣看這件事… 在北美洲… 這個是很嚴重的 有很多人是對小麥… 是有反應的… 很重要的反應 就是… 下一個章節我會說… 就是… 這兩本書… 一本書… 就是… 吃得多小麥… 就會令到你肥… 這本書… 其實是很新的… 一本書… 就是… 吃多了這些… 植物… 那些食物… 很容易… 對你的腦的健康是不好的… 我盡量給我的解釋… 因為我沒有時間說這麼多… 但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大家都要… 不要以為… 所有的… 所謂… whole grain… 全麥… 那些全部是不好的… 因為有很多小麥過敏… 還有… 就是麵筋的… 所謂叫麵筋… 就是麵筋… 就是麵筋… 其實是中國發言的… 就是他們那時候… 我們古代和尚… 當去浸麥的時候… 發覺… 有些蛋白… 就是… 將些脂肪… 就是… 澱粉質走出來… 有一層的… 就是黏著在底下… 他們就用來做麵筋… 那些是… 那些是蛋白… 那些是用麵筋來吃… 但現在的… 其實… 也就是… 有很多… 甚至… 我不知道… 有多少人知道… 有… 所謂的… 複腔疾病… 那麼… 很多人其實… 對這個… 這個… 所謂免疫系統的過敏症 或者是皮膚病 而我剛才講的其中一本書 那個老科醫生 他發覺有很多很多關於腦的病 很多時候都是由於有小物過敏 以及所謂的面根敏感性的病 其實意思是一樣 就是神經系統在發炎 所以很多時候你頭痛或者你不正常 可能你是對某些食物當中的敏感了 其實想說少少也是說少少歷史 為什麼現在的小麥可能是有毒呢 其實在1950年代有一段時間 人口不打仗之後 人口就慢慢增加了 有一段時間很多人都覺得不夠食物 所以有一個科學家 這位科學家在1997年拿了納佬佩派 他做了很多 在墨西哥開始做了很多很多研究 因為墨西哥沒有水 所以他做了一些不需要用很多水 以前的墨很長 只有幾粒種子 他種很多種子 那個徑很短的 容易收割 又不需要多水 他用古代的所有的文化 都是用這個方法 就是把兩個種交配出來 製造一些所謂的雜種 然後找一些新的品種 他選了很多所謂的疾病抵抗 而且很適合耕種用的 在那段時間 差不多在二、三十年前開始 就差不多全部北美洲的墨 都是用這隻墨的 而這個問題是怎樣的 因為這隻墨 其實跟我們以前吃開的那隻墨 是完全… 如果用遺傳因子來說 是完全不同的植物 雖然它們都是叫做墨 但它不是那種墨 而在美國現在已經是十至三十 因為我們已經知道 多一些所謂的遺傳的因子 是怎樣去決定有沒有敏感 已經是十至三十百分 在美國的群體 已經是有所謂的敏感性 有些人很厲害 有些人很不一般 還有墨 如果你記得 你吃麵包、餅乾、麵 很多時候你吃完 你還想吃 因為現在的墨 是有一些方法 是令到我們想吃多一點的 這些已經是原本性選出來 是這樣的 最後我想說 你說你作東西嗎? 我不是作的 我看回《本草綱目》 如果你找《本草綱目》的谷部篇 《22卷》的序很有趣 李時珍這樣說 李時珍是一個明朝很厲害的中醫 《本草綱目》是全世界都有名的 其實是中國科學的三分之一 三本書的其中一本 在美國、在歐洲是很流行的 就是把所有藥物的性質都記載得很清楚 這裡說得很有趣 你看到就是太古文無粒食 魚無飲血 其實我們原始的人只吃肉 沒有粒食 即是沒有菊食 如果大家讀過神龍士來的時候 就開始把草和菊分開 又教人怎樣種東西 然後又試一下草 把哪些是草、哪些是藥 然後去幫助人 因為有很多病 你記得他們那時吃的東西是吃到病的 之後牽原事 如果你知道牽原事就是皇帝 皇帝內經的牽原事 皇帝內經為甚麼這麼多呢 因為中醫的處員很多時候 當日說了《易經》 接著又會說皇帝內經 怎樣去思考那些方法 皇帝內經那裡說 就是想了很多辦法怎樣醫治人 為甚麼呢 因為那時越吃越多病 如果沒有病 你就不需要想怎樣解決 即是吃那些東西 因為我們吃的農作物 就會有很大機會有病 而他那時就教人用煮東西的方法 有時候之後人們就用發酵的方法 去減少毒性 然後製造不同的方 希望可以讓人長命一點 因為吃菊 吃這些東西可以令到我們病 如果我再重視小麥 你見到李時珍在明朝時這樣說 小麥是無毒的 但是如果你看回 我不知道哪個是甄草 我就在搜尋查一下 甄草原來是徐堂的一個名醫 很有意思 徐堂的時候小麥是有微毒的 即是說在那一千年來講 人類就選擇一些種 如果你知道 我們都知道這些是可以吃的 這些是不能吃的 這些吃到我會餓的 選擇一些不餓的種就繼續去… 所以其實那一千年 小麥已經由有少少毒 已經選擇到無毒了 但是我相信可能 我們為了大量生產的麥 可能是做了一些 我們現在就變成有毒的麥 我想你們自己去決定 你應該是怎樣去看這件事 但是在北美洲已經是很嚴重 而可能你很幸運 你是我的老鼠B 那麼就什麼百毒不侵 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你是比較正常的人的話 可能你就會有一個敏感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 你自己是哪一種 所以就不一定說 全谷的食物一定是健康 你一定要很小心 因為動物是可以走的 植物是不能走的 所以他們一定要用很多方法 去保護自己 他們會做很多毒的… 對抗蟲、動物 所以很多植物的種子 都有很多毒 因為它不想你吃了它的種子 你吃了它的種子就會絕種 所以大部分的種子都是有毒的 只不過人好像李時珍也說 他們要選擇 要選擇哪些東西是有毒 哪些是沒有毒 我們只是人類 因為對人類有毒的 我們不吃 但是對動物有毒 我們人類可能是可以吃的 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以前的文化是這樣的選擇的 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到這件事 甚麼都不能吃 真的很慘 我會建議吃多點菜 尤其是清炒菜 你吃多點 少點吃飯 麵 或者麵包 麵 可以這麼說 紅蘿蔔、芋頭 和紅的番薯 都是比較健康的碳水化合物 我不是叫你吃很多 你吃多了 你都會升糖指數很高 但是這些 在我看這麼多的當中 這個應該是比較好的 而馬鈴薯、番茄、茄子 這些也是看你的體質 有些人會對某些的化合物有敏感 所以你們一定要知道 你是屬於哪一種 我講了很多 你信不信我呢? 不要緊 但是 在1962年 約翰金乃迪在耶魯大學的畢業禮 這樣講過一句話 他就說 其實最危險的不是謊言 最危險的就是一個謎言 就好像剛才我這樣說 就是我們與為真 那些 前人就告訴我們 我們就跟著他這樣 就跟著他 而我們用這個角度去做我們每一天的事 例如好像我們 剛才我想說就是 好像飽和脂肪、膽固醇 這些對我們不好 我們過去的二、三十年 就用了這個所謂的 考慮去做我們的 所以你吃的東西全部都對的 如果你這個 但是最大問題是 你的考慮錯呢? 你做到現在所有東西都對 都是錯的 你一定要知道那個本是誰是對的 你才可以製造你的生活風格 那我真是想說就是 我希望今天這個 這個講座可以讓你知道 我自己很幸運在做研究 所以我喜歡去找這些資料 我看完之後我都覺得很無奈 因為我們現代社會好像走錯了一條很大的路 所以我們一定要注意 應該要做一條 就是 我有個同學這樣說 就是要執照 總之 這個就是 如果你知道 你如果知道了 你做錯了 你就是知道了 你隨便這樣吃 就是OK 你各人都可以自己決定吃什麼 但是你都不知道 你以為你吃的是很正確的 而你吃到你自己越來越病 就很慘了 我很感謝Elaine給這個機會 我很感到這麼多人在這裡 其實我也要感謝我太太 我太太給了很多資料 她幫我教我一些 看我的中文的翻譯 我今次是第一次用廣東話 講這些文章 所以我都很大壓力 我都用了最多時間去準備這個討論 我希望我講得清楚 我們有個Q&A 節奏 我看到有些朋友也有問題 是嗎 聽不懂得明白 真的明白 是 我想請問 是 是 Rice Brand Oil 是不是你推薦的油 第二 有一個叫做Stevia的東西 不是人非砂糖 不是健康呢 我第一種油我不是很懂 因為我接觸的 我不是讀油的專家 所以我不知道 如果我是你 我會上網查一下 它是哪一種的不飽和脂肪 所謂的油的 即是燒焦點有多高 因為你有時想煮東西吃 你要找一個高一點的燒焦點的油 你就沒有那麼容易 將你的所謂非不飽和脂肪 變成一些怪的油 第二個就是Stevia 其實Stevia是一種代糖 代糖給你的感覺是甜的 而它就不會增加你的升糖指數 因為我們身體是沒辦法去使用的 因為Stevia是很甜的 你很少就給我們的感覺 但是你知道 如果你今天肯決定減少用糖 你過了一段時間 就算喝奶 你已經覺得那些是甜的 因為奶裏面也有很多乳糖是甜的 不過你是覺得沒有那麼甜 因為如果你比較甜度 果糖是最甜的 所以它騙你吃 接著就是蔗糖 然後是葡萄糖 接著就是其他其他的糖 而Stevia其實是比這個更加甜的 比果糖更加甜 所以你有時候放一滴或兩滴 我想在一些地方 是用Stevia代替糖 就像給糖尿病病人肉 但是如果我建議 就是你如果可以忍不吃很甜 我知道甜是一個反應 所以你喜歡吃糖 是因為你喜歡那個感覺 你其實不喜歡有那麼多糖 在你的身體 但是你是喜歡那個感覺 那麼你可以超過的 你試一下吧 好 我手上有幾條問題 想問一下許教授 有朋友就問一下 如果食物金字塔是錯的話 我們應該怎樣吃東西的比例才是適合呢 我只可以說我現在怎樣吃 我不喜歡做金字塔給別人的 我不想定別人應該怎樣做 怎樣生活 因為各個是不同的 但是我相信你吃肉 其實你可以大魚大肉 但是你吃太多是不好的 所以你自己想想 你要吃多少才夠 因為你只吃魚、肉、蔬菜 你吃多少你都不會胖 但是你不需要吃那麼多 因為你吃那麼多 你會用你的身體的肝 你所有的器官都會過敏 所以你不希望令你的肝那麼辛苦 所以有時候可以這麼說 有些人會說你偶爾餓一下自己 對你的身體是更加好 我想說就是 你吃多少你自己要決定 你一定要吃得夠 如果你吃得不夠 你不開心 那怎樣也不行 但是你要吃肉、魚、蔬菜 如果你知道什麼叫碳水化合物 你知道那些是升糖指數高 你就盡量不要吃 我的做法就是我吃很多蔬菜 剛才我沒有說一件事 就是我會很推薦吃椰子油 我知道有些人會說 我不喜歡椰子油的味道 但是我想你也不喜歡老人癡呆 就是很多我們都不喜歡 但是你自己要決定你想走哪一條路 你又不喜歡這件事又不喜歡那件事 那你想怎樣呢 你要想想 好 椰子油我也有吃 應該不會繼續吃 是 椰子油是很好的 因為已經有科學證據 椰子油是可以幫助老人癡呆的 所以老人癡呆為何多了很多 因為我們的現代社會是吃少得胖的 吃少得胖 我們的腦根本不夠脂肪 我們做極不夠 那些人就一定會到腦退化的 有很多問題 所以可能未必每一條都問得完介紹 我想我再多問幾條 有位朋友就說 他說他現在都在用葡萄籽油 他說可不可以繼續用呢 葡萄籽油是很貴的油 但是你要想一下 是不是有健康 如果我有得選擇的話 我就會用椰子油 因為椰子油 你的身體肝是不會怎樣用的 我想說你其實想吃東西 最好放你的肝最多假期 有些椰子油 例如椰子油 如果我記得是14個碳的硬碟 我一吃了之後 我的身體馬上就用來做原料 我們很多時候肝要製造一些油 製造一些糖來做原料 如果你吃一些東西 馬上可以用到 可以放你的肝假期的話 我會這樣用 最後就問你 你用一些葡萄籽油 是否叫甚麼 葡萄籽油 剛才你說過甚麼 葡萄籽油 是用來做甚麼 如果你想炸東西 你可以用一些高溫的葡萄油來炸 可以的 但是你記得一件事 葡萄油炸完 它是mono unsaturated 也有變少許的 所以你如果用一些多不飽和的 那些是最重要的 不要用那麼多 因為一高溫 它就會變形 一變形 變形的肌肉就不太好 剛才教授也有提過 你會說這個肝膽固醇藥 其實就不太好 是 有朋友問 如果肝膽固醇藥不好 但它又高膽固醇 有這個問題 那怎麼辦呢 我想我不是很成功 我覺得我講得不太清楚 高膽固醇是不會影響你的 我不知道它的高膽固醇是甚麼原因 是否由於它吃了很多糖 它有糖尿病 如果我會忠告你 你應該會去查 Hemoglobin A1C 你要檢查一下 有一個血紅蛋白 會說你的身體有多少葡萄糖 如果你知道你有很高的數據 那由於你的身體太多血糖 那我會減血糖 我就不會太擔心膽固醇 我知道我不是醫生 但是我都說了 我來香港之前 我跟我有一個很有名的醫生同友 我就問他為甚麼會這樣 他就說 那些醫生沒有時間 那些藥廠這樣說 他以為對 他以為對 你的命就是在他以為對的下面 我相信我對 如果我不對 我不會走出來說 好 還有 有個朋友就問 墨魚的膽固醇是否很高 很高 但是所以是沒有問題的 人類吃… 人類其實… 古代的人類是吃了很多海鮮的 因為海不僅是有很多高脂肪和高膽固醇的食物 還有很多鹽 還有阿奧大鹽 我今天沒有說其他東西 其實我們的… 氮圓叫甚麼 甲狀腺 甲狀腺 甲狀腺是很重要的 我今天沒有說甲狀腺 因為其實有一件事我想加 就是… 你是可以放膽吃… 好像… 魷魚這些 你不要炸 不要用種子油炸 炸完就不太好 如果你真的… 就這樣吃… 就這樣吃… 就像… 燒… 這些… 燒魷魚那些 你是有很多膽固醇 你膽固醇… 我都說了 你吃極的膽固醇都入不了你身體 剛才我… 真的說得不清楚 如果… 如果你知道你吃的膽固醇 你越吃多膽固醇 你身體就做越少膽固醇 而你的… 血的膽固醇高低 不是我們吃東西可以控制 是個個人的遺傳不同的 有些人是特別高 有些人是低的 剛才我剛才說的 如果你年紀大了的話 過了50歲之後 越高越健康 這個你相信我 但是… 但是你記得… 但是你記得 這個問題是… 在… 那個所謂A波… B的問題 如果你的A波B 是氧化了的話 你的膽固醇… 是由於A波B氧化了 這樣就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你如果是高 而你有很好的A波B 你就是正常的A波B 是好事的 因為你有很多膽固醇 可以去腦裡 你的腦就很夠… 你的腦就… 如果覺得死了幾個腦細胞 就馬上就做回幾個腦細胞 但是如果你不夠膽固醇 你… 剛才我講的高膽固醇 就是由於身體不夠 就是拼命做 拼命做不代表它有… 即是… 膽固醇在腦裡 所以這個就是… 最重要的就是… 我剛才想… 希望你明白 就是為何降… 糖是這麼重要的 因為糖是… 好像如果你是擔心 血管硬化 或者是… 心臟病 或者是中風 其實就是關… 糖 多過關… 鹽啊 關所有的事 這個膽固醇是一個… 就是… 很冤枉的 就是很慘的 不關膽固醇的事 那或者我問最後一條問題 有朋友就說 現在很多食物 也有很多激素 或者打針 其實是否… 我們要吃所有有機的食物 才能夠呢 現在說的東西 是不同程度的 其實你是很難吃很多激素 那些激素 來到你的身體 你其實是吸收不到的 很多都 你會或者已經是… 你在腸裡 可能已經被它的… 那些煤去毀滅了 那我不是說… 我不是說叫你不用擔心 這些不是一個最好的 所謂最好的水標 就是質素的食物 但是我想 為何我今天選擇 我所說的那些東西 不說激素 說的食物 因為這些就是 其他的報紙 那些營養師 經常都會告訴你 你很害怕 你一定要這樣… 但這個… 如果我比較 好像剛才我說的 吃甚麼 不要吃甚麼 那些道理來說 如果你追蹤我 這樣的說法 是… 現在的食物質素 如果你可以很有錢 買一些很貴的 草養 草… 甚麼都草 全部都是野生 最好的地方 當然是好 但是這個是最好的組織 但如果不是 你就是減少吃一些對身體不好的 而吃多一點 我們身體好 剛才我想說 為甚麼我把飽和脂肪 和膽固醇開始說 因為我們現在最大的錯誤 是因為我們沒有吃那兩樣東西 如果你不吃脂肪 我們一定會吃了碳水化合物 吃了碳水化合物 就將整個環境全轉了 我們所有人病 我相信 就是由於我們影響了 胰島素的水平 很多很多病都是由於 這件事搞出來的 如果我們沒有了 即是怎麼說 沒有了所謂 Omega 3、Omega 6 吃多一些飽和脂肪 吃多一些膽固醇 吃少一些碳水化合物 我相信已經是 很多很多病已經是沒有了 是為甚麼我說小麥 我相信有些人 是百肚匹侵的 吃蜜也不害怕的 但有些人 如果他不幸運 每件事都少少敏感 加起來就有病了 這就是我對雲樹原學的認識 所以 你其實 為甚麼說執生 就是你一定要知道 哪些是對你好的 哪些是對你不好的 你是要選一些 有時你真的很喜歡吃甜的東西 就吃 但你每天都吃幾碗甜品 記得一件事 就是吃完晚飯 有沒有甜品送呢 這個 是你自己問別人有沒有東西送的 你自己想想 你應不應該吃甜品 這個就是你自己決定 OK 好 謝謝你教授 讓我們來 大家見面 謝謝大家 謝謝 谢谢大家